航航出状元,说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提规见之分。 所以,无论是科学家也好,还是普通的商店售货员也好, 无论是医学院的知名教授也好,还是只是在医院做一名普通的护士也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 当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的时候,作为身边的人是有安全感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我们回顾我们华人, 我们经济虚祖同飞,有很多人真的是工程名就,成了大老板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的家人常常活在教育中。 我经常跟人讲,我说这个人好和坏,你就看看他老婆是不是幸福。 如果他的老婆是幸福的,如果他的孩子是很健康的, 大概率这个人是好的。 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了,一个人就算没有很大的成就, 他努力地活着,他认真的活着,是能给家人带来一个安全感的。 相反,如果我们忘记了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天职, 就是照顾好身边人,而我们努力地去抓外在的东西, 这个外在的东西包括你的科研成就, 这个外在的东西包括你的商业成就, 这个外在的东西包括你的商业板子的扩大,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人生到结局的时候是凄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一家人聚在一起去欢送赵先生, 我相信赵先生他是非常幸福的, 我相信此刻他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路途彼岸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我自己在那时候,我是深深地盼望我们还活着的人, 我们人生还有下半程的人, 我们做一个停顿,我们做一个反思, 我们做一次调整,然后让我们下半程怎么样可以跑得更好。 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主持过可以讲无数次的追思礼拜, 或者说葬礼,但是每一次我都很感激邀请我的家人, 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或悲伤或痛苦之后都能走过去, 而对于我这个外人来说,我觉得陪伴他们走过悲伤走过痛之后, 我的内心又一次被炼尽了。 我们去想,我们都年轻的时候, 在座的这位小妹妹,可能你有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愿望, 你可能还在努力在拼搏。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拒绝躺平, 虽然生活很绝,但是我们拒绝躺平, 可是我们要讲一个平衡, 一方面我们积极,我们奋斗,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一个度, 就是你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 你能抓住什么呢? 昨天在中国的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一个人你不能永远活着, 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你能一直抓着。 如果一个人你不能永远活着, 就没有什么你就一直抓着。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累, 不是生活让累, 今天我们很多累是因为我们抓的东西太多。 我常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讲, 我们都有喜欢的东西, 好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纸巾盒, 这是一个贵重的预期, 这个贵重的预期放在这里, 大家看到了赏心欲勿多好啊, 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不明白, 这是我的, 你们都不要跟我讲, 我把它抓在手里了, 你们看见了, 我把它抓在手里了, 特别在美国是个法制的时候, 再写一些什么法律的文件, 你们不能用手抢, 你们也不能用别的去抢, 可是你知道吗, 同时我的手也被它抓住了, 我就失去了自由, 所以中国自古就为名利所累, 所以今天我更愿意在我们纪念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祝愿他们可以回到商业回报, 可以享受永远的平安喜乐, 一方面提醒自己, 我们要努力工作, 我们要把我们手的工作做好, 同时我们也要承担我们的责任, 去花时间去陪伴身边的人, 让身边的人感受到爱和幸福, 这样的话, 我们既不为名利所累, 我们又能善事善终, 特别是在中国, 在美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时代里面, 我们再想一想, 有哪个人是因为为了要伤害你, 为了跟你离婚, 跟你结婚呢, 那为什么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被这个世界抓走了, 当然, 这个世界一开始并没有抓过我们, 但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 我们抓住了世界, 我们也被世界抓住了,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如果没说这一点, 有可能我们人生是遗憾, 所以我看到赵先生这段简历, 是他夫人用心洗出来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感动, 也就是说, 当他在离开之前, 他的夫人很平静地把一身详细地洗来这里, 就说他们的夫妻是感情非常好的,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羡慕的, 所以我自己, 我想虽然赵太太资格不在, 我也深深地祈祷, 求上帝祝福她, 让她身体健康, 祝福她, 让她心情可以平静下来, 那我也盼望作为赵先生的家人,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榜样下, 我们过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生活, 那接下来, 如果有人愿意, 你可以简单去回顾一下, 你对赵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爱和思念, 我们就给你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 因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时间了, 可能你们的亲爱都说掉它了, 那我就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来欢送赵先生回到上帝的怀抱, 好, 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 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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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上帝 透过圣经你告诉我们 你是用泥土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易碎的 我们是一阵风就能把我们带走的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上帝用泥土造人的时候 向我们吹了一口气 让我们都成为了有灵魂的活人 所以我们也是高贵的 因为有神的爱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聪明 住在我们在用泥土 创造的躯体里面 所以我们相信灵魂不死 我们也相信神的复活 因为这样我们才欢喜的 平安的 宁静的来面对赵先生的离开 也知道他会一直的在上帝的慈爱中 你创造了他 你又拣选了他 你创造了他 你又在他人世间 给了他美好的职业和幸福的家庭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阿们 那我们就都起立 你